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趋势追踪的方法 稍微纠正一下 我们叫价值投机 机构资金如何配置和选股 美女投资经理娓娓道来 这18年来吧 这样的股票组合跑赢市场近7倍 公务基金投资经理对话私募实战派 机构最新操作思路遇上散户至胜之道 财智双全 敬请关注 各位好 这里是全新一期的财智双全 我是瑞琪 感谢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那这一期节目呢 我们讨论的话题呢 依然是投资啊 说到投资呢 相信大家都接触过一些零零种种的投资方法 但是您知道我们怎么样更加专业的去认识这些方法 以及不同的投资者该怎么样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 还有就是不同的投资环境当中啊 我们应该如何去适应环境 做好自己的投资呢 那么本期节目呢 我们请到了四位嘉宾 他们呢 都是在这个实战方面有着很多经验的 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对面的这位呢 是公募基金公司的投资经理 吴启燃 欢迎你 那我身边的三位呢 是私募基金经理夏天 吴启 你好 对 又来到我们节目了 中间这位呢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他是股市天天向上的优秀选手 方爱华 欢迎你 第三位呢 是资深股民化学剂量学的博士 严逸凯 欢迎严博士 大家好 欢迎几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啊 讲到这个投资 我先问一下这个方爱华 因为好几年都没见了啊 不知道您现在这个股票投资做得怎么样 还行 就是今年呢 因为我这身体不太好 就是做得比较少 碰到机会呢 就做一下 那不碰到机会呢 就不做了 平时呢 因为很少看股票 就这么回事 嗯 那要讲到这个投资方法的话 你这几年做股票最常用的方法是什么 呃 最常用的吧 打个比方说 像我做股票呢 一般喜欢呢 给股票呢 标新 呃 刚才我还跟几位嘉宾呢 讨论了一下 他们说这个就叫量化投资 反正我 你已经到量化投资的 听我说听我说啊 我 我也不知道这个量化到底咋回事 反正我呢 就是那个土办法 嗯 什么土办法呢 那么比如说我标新对吧啊 比如说呃 我学到一些技术 比如说啊 肯定建会是怎么样子的啦 或者是这个军线的配合是怎么样子的 月线现在在什么位置 还有那个大盘现在在什么位置 还有呢 就是国家政策 现在是天下哪一方面 这个电视组织要看一下的 对不对啊 我总结下来听下来就是 标新的这个方法 给这个股票 你自己有一个评级的标准 对 对 对 能够达到六颗星的 基本上就是可以放心买入的 对 但是要达到六颗星 这个标准非常难也非常少啊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操作起来 并不是很频繁了 但是能听下来 我们的方爱华 方阿姨 是很有一套自己的逻辑标准的 达到他的标准的才能够买 那咱们问问看真正啊 我们经常用这个量化投资的方法 做的严博士 是不是他的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功底 呃 对你现在这个买卖股票 或者做投资选择是很有帮助的 呃 确实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是理工科出身的嘛 所以对于呃 投资的方法是 有一套自己的一个逻辑 而不是像普通散户一样 随意买卖 卖出 这样子的话 对我整个投资的逻辑性 是有一个很强的作用的 呃 那要讲到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 讲到投资方法 那么你给自己怎么样归纳总结 你觉得哪一套方法是你最常用 最擅长 也是最适合的 呃 我现在主要使用的方法 是一个趋势追踪的方法 就是做趋势 哦 讲白了就是做趋势 涨了我会买 跌了我会买 追涨 追涨 杀跌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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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套自己的操作逻辑 就是说什么时候进舱 什么时候出舱 舱位控制是多少 风险控制是多少 然后 这一整块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然后再在前面 加一个基本面分析的方法 呃 然后作为我整个操作呃 呃 策略的一个过滤器 嗯 主要是这样子的 那问问夏天啊 我记得上次咱们讨论的时候 你好像是比较这个 崇尚价值投资的 呃 对 是吧 呃 稍微纠正一下 我们叫价值投机 啊 价值投机 对 你怎么样两边做到一个平衡和完美的结合 好的 那首先市场上很多人是觉得你要么是看技术 要么是看基本面 对 好像两者是格格不入的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我觉得你的基本面分析主要是用在你选行业和选品种上 选好了这些东西之后再用你的技术分析去寻找一个合适的买卖点 和你的一个仓位 那今天呢 咱们也把这些方法都梳理一下 帮助我们的观众朋友啊 我们投资者看看有什么样的方法是适合做投资 以及适合您的这个投资的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答题了 好不好 啊 我们来一边答题一边学习和提高 来看第一题 股市里有哪些投资分析方法呢 A 技术分析 B 基本面分析 C 量化投资分析 D 听名字选股 E 看节气 E 经分析方法 这是一个开放题啊 你们看看给出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都有 都有 基本上是看技术分析 基本面分析和听名字选股 那个听名字选股我知道有个瑞奇股份 我非常的关注这支股票 比如说我喜欢什么的啊 打个比方说 嗯什么这宝那宝的 我挺喜欢 就这宝的 对因为以前有个生意宝 我我特别喜欢我想这生意宝 这个名字啊对生意宝 那个时候才8块多我买了 这个股票后来涨得很不错 对后来涨到大概80多块 反正我是8块多买的24块就跑了 你这选择这个标的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个名字好 不不不不 还是看了其他的 那你首先看啊 这个股票当时就标新了 那首先它是次性股 对不对 盘子又不大 又便宜 那跌了下来很多了对吧 然后呢就是这个 嗯就是配置 就是那个那个 呃叫什么 K线配置和那个那个各种技术指标都非常好 对 那就是当时大盘又比较支持 那叫6颗星了 哦 所以当时这个股票我买了不少 你看即使是一个好的名字啊 我们方阿姨还是经过了一套系统的分析 符合你的标新方法6颗星 所以呢 这只股票也是赚了不少啊 那么其他的分析方法来问问看夏天 啊 你觉得怎么样去运用 结合起来是比较好的方法 呃刚刚我们讲过了 其实呃做投资无非是一个选 将股票的话是选股和选时 那其实技术分析帮我们解决了一个选时的问题 那基本面分析帮我们解决了一个选股的一个问题 然后第三个量化投资分析 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把你在技术分析和基本面分析当中的一些标准 具体到一个能够量化的一个标准 否则你在这边说我要怎么怎么样去选 讲了半天别人还是不知道你怎么去选 所以C只不过是一个方法 前面两个我觉得是一个系统 那第一的话听名字选股 反正我是觉得不太不太科学 不太不太是一个成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方法 ABC的话 其实呃我的观点跟夏天也是类似的 但是呢 我关于量化投资那一块呃稍微有一点不同 它其实量化投资跟技术分析跟基本面分析 都是互相包容的关系 就是说量化投资的话 呃 比如说我们使用量化投资的时候 它其实也使用很多的技术去全股 比如说我使用KDJ 可以用使用MACD 很多种指标去全股 也可以使用 比如说我们现在使用的多因子策略 它里面也介绍很多基本面的呃 因子比如说PEPEG之类的 所以说呃 量化投资其实包含了前面两部分 嗯 好 那接下来我们请这吴其然给我们做一点拓展 好 因为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啊 在这个做股票投资的时候应该还是有一些这个风格的不同啊 对对 那么他们有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区别 我们怎么样去相互更好的借鉴呢 尤其是我们的散户啊 怎么去给我们的基金经理学习做投资选股票 嗯 我听完刚刚三位嘉宾老师讲呢 我觉得他们已经很厉害了都会有自己的一套投资体系 那么我也对刚刚他们的这个呃介绍啊 也做了一个梳理 其实他们三位啊 呃 我认为分别是技术派 基本面派和量化投资派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这是我的一个梳理 我认为现在这个股市里的投资方法主要分为两大体系 第一个是传统投资类 第二类就是量化投资类 啊 对于传统投资类的话 呃 巴菲特就是里面一个经典的代表 我又把这个传统投资呢 又分成了基本面分析和技术分析两块 啊 基本面分析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了解的 基本面分析呢 就是通过对宏观经济 行业 以及公司的一个呃 基本面的分析研究 然后选出从基本面的角度 大概率可以赚钱的公司和股票 啊 然后这个里面呢 我又把它细分为价值型投资 成长型投资 事件套利等等 嗯 具体做个介绍 简单的介绍啊 价值型的股票 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 啊 股票价值被市场低估的这一类型的股票 而成长型投资 就是我们常说的热门股 这一类股票的话 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我们预期它的盈利速度 会超过市场平均水平 那一般的话 科技股很多都属于成长型股票 嗯 那这两个是市场上面 主要的两种投资风格 或者说是投资类型 投资策略 而这两这两种投资策略 也比较适合中长期的投资 是 啊 事件套利呢 呃 比如说一些并购型的这种事件 嗯 它可能会带来股票的呃 就是说瞬间的股价的爆发 这一种的话 它比较适合一个短期的策略 那么呃 除了这个基本面分析之外 技术分析其实更像刚刚呃 方老师说的这种呃 打新的这种策略 它的话通过比如说KDJ MACD 这种技术技术指标 技术图形 从中找出一些赚钱的规律 然后主观的判断 这个股票未来的走势 这个在我们看来就是技术分析 啊 那么呃 另外一个量化投资的话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量化呢 它其实是一个工具 它可以用在很多方面 啊 在金融领域呢 它的应用也非常广泛 它不不只是应用在投资啊 它还可以应用于呃 复杂的衍生品的定价 啊 设计以及风险管理 仓位管理等等 那么呃 我们把它投 用应用在投资领域的话 就形成了呃 衍生开来了一个量化投资体系 啊 在这个当中 我们又可以分为通过量化 来择实 选股 以及通过量化策略来进行套利 嗯 还有高频做事 那量化投资的它的一个呃 呃 定义就是我们一定是通过大量的数据 通过计算机以及数理模型 对我们呃进行对我们的一些投资理念 还有市场规律进行验证 最终找到一个能够稳定赚钱的方法 并且规律纪律性的执行 嗯 这个就是我们所认为的量化投资 那接下来呢 刚才是讲了一个体系啊 那个吴其然也帮我们分析的非常的好 分成了这个传统的投资方法和量化投资 那么这两者之间啊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来通过下一题 进一步的来学习 来看下一题 以上哪个对传统投资和量化投资的特点的描述 是不正确的 A 传统投资偏重于经验和个人的主观 量化投资呢 是偏重模型和客观的执行 B 传统投资更加强调个股研究的深度 量化呢 是更加强调研究范围的广度 C 传统投资更强调收益率 量化投资更强调风险控制 D 传统投资和量化投资 因为方法完全的不同 所以是对立 而且是很难融合的 我们要选择一个不正确的选项 那我觉得D 肯定是不正确 看来思路还是很清楚的 没有被我们绕进去 另外两位 那肯定是D 这个完全不是对立的问题 不是对立的 就是说我们使用量化投资的时候 那个其实量化投资也是 就像我刚才讲的 它也使用了很多 基本面的因素 对 跟技术面的因素 对 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 就是将这两者结合得很好去做的 怎么样两者结合 给我们举一个例子 很简单 那个我们做商品期货做的比较多一点 商品期货它里面就是使用一套完整的一个趋势最终的策略 这一套策略的话 我们去根据一个市场的逻辑 然后去设计这一套策略 设计完以后 我们必定是使用一个量化的方法 对它进行回测 模拟操作 这其实就是一个量化的一个操作 然后我们还会根据个人的一个经验判断 然后去选择这些策略去运行这些策略 它其实是完全是互融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用量化的话 其实就是用电脑或者说用机器 第一帮你规避掉一些人为感情上的一个因素 第二来讲是比较有纪律性 第三来讲 我们对于量化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用量化直接去做交易 其实我们在平常在一个投言当中也会拥有到量化 这样能够减少很多的人力 减少人力 然后同时还能够控制一个个人的一个弱点的一个情感 对对对 人性上的弱点 那我想问一下吴奇然 因为大家对这个基金经理 尤其是我们的散户朋友还是很崇拜的 其实这个那我们说到量化投资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中小散户我们能不能去使用 还是说这套方法其实是不适用于大家的 我们只能说去学习 我觉得量化投资虽然说是机构在使用的一种方法 但是中小投资者他完全可以学习量化投资里面的一些理念 然后把这些理念运用到他自己的一个仓位管理中 比如说什么重要的理念是大家可以去借鉴的呢 有一句话叫做我们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其实这个也是我后面提到的 我们量化投资的组合一般都不会少于30只股票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股民他就要投30只股票 但是他一定要注重自己的一个股票的分散性 而不能说把所有的仓位都一定砸在一到两只股票上 这样的话对他的这个风险分散度是不够的 就很容易带来就是满仓套牢的情况 分散风险啊 这个其实我觉得有些股民呢做的还挺好的 那听听我们这个博士的 他其实把它量化投资跟传统投资最大给我的印象是量化投资 你如果接触了量化投资入门了以后 你就会有一个很清晰的投资逻辑 一个投资策略一个完整性你会有的得到体现 就说什么时候进仓 其实这是你要确定的 什么时候出仓 仓位多少 你要每一个股票分配多少的仓位 很标准化 然后还有它的风险控制 这几块比如说我们现在普通的散户 它最注重的就是进场 后面出场什么都没有 出场仓位控制 风险控制 这几块都是缺失的 比较弱 但是如果你接触了量化投资 你后面几块必须是有所体现的 一旦你接触了这样子的量化投资以后 对你的传统投资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对对对 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啊 尤其是这个在这个模型的建立和最后一个执行的层面 都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啊 有没有补充 我认为就是中小投资者 他可能在数据回测这一块 他会比较弱 当这一块其实是量化的一个精髓 但是随即伴随的就是后一端 就是刚刚我提到的 对于量化投资 我们最重要的是纪律性的执行 这个纪律性的执行 就是体现在我们之前的一个设定的标准 需要严格的去做 其实在现在的这个股票市场上 很多的中小投资者 他们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心理上的一些 比如说涨了以后就过度自信 跌了以后就是过度恐慌 像这种东西 这种心理因素都是可以通过量化模型 去把它排斥掉的 那么比如说这个基本面分析 技术分析量化分析 我们现在初步都有一个这个大概的了解了 那么分别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 这个有没有一个答案可以提供给我们的 我是觉得基本面分析 它其实很适合就是所有的股民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熟悉的领域 他们完全可以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中 进行这种基本面的分析 而技术面的话呢 我个人是觉得 它对于人的要求是高一点的 不要不要看好像很多人都说技术分析很草根 我并不这么认为 因为技术分析它的每一个指标的规律背后 都有它的一些逻辑 这个逻辑包括它的资金 包括这个金融就是金融行为心理学 这种东西其实对一个人的素质要求是更高的 对 所以说这一块我觉得专业能力更强一点的人可以去设计 而量化投资的话可能更高一级 就是说如果你们能够有这个能力去使用计算机或者去处理海量的数据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历史回测的方法去建立一套自己的投资体系 哪一种方法更加适合你个人 对 现在你们听下来的话 你们两位是结合用的 对 方阿姨您是怎么用的三种 我呢一般来说我都是技术面和基本面分析 我觉得基本面分析不适合于普通散户 为什么 因为对于普通散户来讲 你不可能做到像机构那样子调研每一家公司 就算你去调研一家公司 你的深度也不可能达到机构的这种深度 没错 其实刚刚我也很想说 就是我承认就是中小股民 他们基本面分析的能力 就是说很难赶上机构 因为机构他们有很多去上市公司调研的机会 然后跟上市公司交流的机会 所以说他们得到的信息肯定更多 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研报去了解一些 至少比我们听朋友的这样一个推荐 单纯的听消息要靠谱 对 而且自己的研究能力 其实是在不断地提高的 对 你经常去看一些研报 你会掌握一些感觉 对 其实我想说的是 有很多的行业分析师 他们也都是证券公司 卖方 从那个行业里挖来的人 所以说如果我们 相对专业 对 相对专业 对对对 所以这个可能对于散户朋友来说 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学习积累的过程 没错 没错 要是能够都能够像基金经理这样的话 那么大家都只可以做基金经理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这个里面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方法当中啊 我们找到了一些名人语录啊 看看能不能能对得上 来看下一题 以上三句名人语录分别代表哪种投资方法 也猜一猜他们都出自谁之口呢 A 在股票投资当中 我们期望每一笔投资都能够有理想的回报 因为我们将资金集中投资在少数几家财务稳健 具有强大竞争优势 并且是由能力非凡诚实可信的经理人 所管理的公司股票上 B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我们把基本面交易风险投资 和所有其他的投资方式结合在一起 我们一直在不断创造出新的更有效的模型 C在一个行业选择股票时 同时选择最好和最坏的两家公司进行投资 就是其实这几种方法 比如说传统投资的方法 还有量化投资的方法 还有就是偏重于这个事件型的投资的方法 你觉得每一个分别能够匹配的是什么样的方法呢 那第二条 我好像听这么一说的话 肯定是量化 第二条是量化 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的了 因为为什么你说 并有能力非凡诚实可信的经理人所管理的公司股票上 这句话啥意思啊 就是传统的这个选 选人的方法 利用人来选股 是这么个意思 好 其他两位呢 A的话应该是巴菲特讲的吧 他的这种方法应该是传统的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方法 是 这个他讲的话我们应该也特别熟悉了 B的话我印象里面应该是西门斯讲的 是吧 是量化之父 是的 然后他是专门来做一个模型 也是做量化很牛的一个专家 C呢 C的话 这应该是 这应该是索罗斯 好像是对 好像是索罗斯讲的 夏天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意见吗 我觉得C其实我在我的印象当中 如果说是最坏的话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困境反转 因为这个 比如说选了一个行业 我选了一个最好的和最坏的 最好的能够保证我 获得超过行业的平均收益 最坏的就是 比如说他今年非常非常烂 但整个行业好了 可能他的一个变化的幅度 就他转好的幅度会是最大的 也就是说 大家所谓的成长性是非常好的 会有业绩爆发性的增长 可能他也会获得超额的一个收益 好 那么三位嘉宾 我们结合起来 应该就有正确答案了 对 是的 我们请这个吴契然 给我们来公布一下 对 A的话呢 大家都猜对了 这就是巴菲特的 那么这一段话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基本面分析的方式 我们一个是自上而下 一个是自下而上 自上而下就是说 我们从宏观经济看到行业 再在行业里面选取最好的公司 而自下而上就是说 我们看到身边 比较好的公司以后 我们再去看他的行业 是否在这个宏观形势下 他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长远的发展 那么无论是自上而下 还是自下而上 我认为对一个公司的分析 它都要有它的一个逻辑框架 那么我带来了一个逻辑 就是分析框架 是我觉得中小股民可以去参照的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四个问题 我们如果能答出这四个问题 那么我们对于这家公司的基本面 大概70%就已经掌握了 第一个呢 就是关于公司的主营产品和服务 是什么 那这个就是让我们去回答一个问题 这个公司 它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这个产品 它在市场上面 知名度怎么样 竞争力如何 竞争力如何 以及就是说 这个公司所提供的服务 是不是大家想要的 这一点的话 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 那么第二个的话是 公司的产品在同行 是否有竞争优势 这个问题很关键 为什么呢 因为公司的产品 如果说它没有竞争优势的话 那么就会有很多的进入者 它这个进入者 就会降低这家公司的营收 所以说 这就削弱了它的竞争优势 这个问题是否能回答 它这个公司 在市场上的占有率 又是怎么样的 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您告诉我 这个公司的财务报表的数据怎么样 那财务数据这一块的话 很多中小股民可能不是很了解 那我就提炼两点 第一点就是 大家可以看这个财务报表里的 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水平 这个反映的是一个公司的盈利能力 然后另外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它的负债率 以及它的流动比率 这两点反映了一个公司的风险 如果一个公司 它的风险相对较小 但是它的盈利能力相对较高的话 那么它的财务报表 相对就是比较完备的一个 比较完善的一个结果 那么第四个点 也是刚刚巴菲特那句话里面 提到的一个人的问题 就是公司的管理层怎么样 其实对于一个公司来说 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 到核心上 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而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的核心 又是管理层与管理层之间的竞争 我们需要去调研一个公司 管理层 每一位管理人员的履历 看看他们的专业能力 看看他们是否有合理的战略和战术 他们并且这个公司的运作 和发展方向是否符合 这个管理层既定的一个战略和战术 那如果说我们这一切 这四个问题回答下来 他们都是在同行业当中 有竞争优势的 那我们认为这个公司的基本面 那就是相对比较好的 所以说回到巴菲特的那句话 我认为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的 然后那个B的话呢 就是西蒙斯讲的一段话了 这个是我们做量化模型 所需要去做的事情 那对于B我们引申开来 也有一个量化投资的一个体系 它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自上而下是指 我们通过经验判断 观察假设 还有逻辑依据 去开发一个量化模型 比如打个简单的比方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 如果股票的价格高开 那么当天我们开盘立刻买入 第二天开盘卖出 看看这个策略我们观察下来可能会盈利 于是我们有了这个假设 再去用历史数据进行回测 这个策略不一定有效 但是我展现的是这样一个方法 这个呢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一种量化投资策略 那自下而上的话 就是我们直接去做对海量的数据去进行挖掘 在海外专门有这样一个职位 就是做数据挖掘的 我们通过这个大量的数据挖掘 去挖出一些有效的信息 然后再基于这些信息去做一些量化策略 那所以说西蒙斯的这段话 恰恰是一个概括性的对我们策略的一个指导 而第三个的话 这句话是索罗斯说的 那我们对这句话的分析 最好的很显然就是 它的基本面上肯定是 未来能够给我们惊喜的公司 而最坏的我个人的理解 也跟大家很类似 就是我们认为 它赌的是一个事件性的套利 就是说当你已经到最坏的时候 它一定会有一些并购的事件发生 对 所以说大家就是回答的还都挺对 那我来问问看三位 你们新闻当中有没有最崇拜的投资家 或者他的这个方法 他的理论和实践 是作为你们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个榜样的 我觉得应该算索罗斯吧 索罗斯 对 价值投机 因为索罗斯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投机者 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么说 但是不应该把投机就看成一个贬义词 我觉得它其实是能够抓住市场当中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有可能改变趋势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或者说这样一个点 能够获取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收益 我觉得这个理念和我个人的一个理念还是比较的相近 来问问看这个我们博士啊 其实这些心目当中的榜样也好 或者这些投资家也好 其实并不是说他们的方法就一定适用于我们自己的 那么你在运用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结合的 还是说你最崇拜的是谁 我其实也没有特别崇拜哪一位 但是硬要讲的话 可能是丹尼斯 理查德丹尼斯 就是写海归交易法的那位作者 我也不算崇拜 但是这一本书给我带来很深刻的印象 启发 启发 为什么说呢 在读这一本书之前 我对于整个交易策略是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的 但是有经过我好好学习这一本书以后 对我整个交易框架的搭建 跟每一块地方的补充 对我来说是印象深 十分深刻的 聊完了这个三位心目当中的这个偶像之后 我们要更加几个落地一些 讲到投资的时候 选股也很重要 看看选股的方法都有哪些 可以跟大家梳理梳理 来看看下一题 具有哪些特征的股票 是值得投资交易的股票呢 A 前期涨得多的 B 股息率高的 C 盈利预期强的 D 流动性好的 开放题 其实我觉得都有道理 都有道理 但是可能我们会对于A的话 是有需要加一个前提 前期涨得多的 调整充分的 这个就是说意味着它的趋势 其实是向上的 然后等待它调整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去做一个逢低的吸纳的 那第二个来讲 股息率高的 其实是一种投资的一个方法 那就比如说 是像去年的银行保险 这一类的一个 一个大盘的蓝筹股 可能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 当市场的风险偏好 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会有比较好的一个盈利 C 我觉得是可以 就是一直用下去的 这样的一个观念 因为股票上涨的 核心的一个驱动力 就是企业的一个盈利 那盈利预期强的品种 一定来讲会受到 市场资金的一致性的一个追捧 所以如果说能够符合这个标准 我觉得它的股价 不会有太差的一个表现 第一 流动性好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条件 大家会看到 在前两年的时候 市场资金对流动性要求 其实是比较高的 前两年一些小票 其实经常会出现所谓的闪崩 到了大票的身上 反而会走得非常的流畅 所以我觉得其实都是有道理 只是在于你什么时候 去用什么样的策略 这个就其实是关系到 你的一个投资的策略 而不是说这几个方法 哪个是好的方法 所以说ABCD认为 有这些特征的股票 都是结合起来看 是比较好的 可以交易的标的 我们请吴其然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 去分成不同的情况 运用到可以适应的一些方法呢 可以 首先这个题是我出的嘛 所以说我这个里面呢 其实是讲到了 我自己的一种选股逻辑 除了A这个 我其实是变了一种方式去问 所以说它不太准确之外 我觉得BCD的话 我自己都会去看 那我个人的一个选股逻辑 很简单 三个条件 然后当然并不是说 这三个条件就是绝对的 而是说我自己会更加关注 这种类型的股票 A就是 第一个就是性价比高 性价比高 其实就跟我们选商品一样 我买商品 喜欢买性价比高的 买股票其实也一样 我们喜欢选价格相对便宜 但是质量相对较高的 这两个维度 而价格这一块的话 主要就是看 市盈率 市净率 市销率 包括股息率 其实股息率 它也是一个估值的指标 股息率比较高的 它的相对估值就会比较低 然后的话质量这一块的话 其实它有几个维度 我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就是一个公司的质量 它一方面是盈利能力 另外一方面是 企业的一个经营效率 第三个是它的一个盈余质量 这三块 那我个人更看重的是 它的盈利能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盈利能力 是决定一个企业 核心竞争力的一个关键 如果没有核心竞争力 那么这个企业在这个行业中 很有可能是没有 溢价能力的对上下游 并且会有很多竞争者进入 那么这家企业 它也很难保持一个 稳定的营收的增长率 所以说我认为 对于这个质量的考评 可以看净资产收益率 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这两个指标 这两个指标 如果净资产收益率 它能够在15% 稳定在15%以上 或者是它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近几年来都有一个 比较稳定的增长 或者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那么这个企业 我相信它的质量是可以的 而这个价格的话 我认为30倍的 适应率以上就比较高了 我们应该去找 相对便宜的股票 这个是我对性价比这样的一个理解 而对于第二个指标 就是流动性 流动性的话 我就是刚刚各位讲的都非常有道理 就是我认为的话 在2017年之后 流动性这一点变得尤为重要 在2017年以前 我们做量化的 有一个非流动性因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公式 就是非流动性因子 我们认为是一只股票当天的振幅 去除以它的成交金额 为什么叫非流动性因子 就是说如果这个因子很大 也就是说我一点点的成交金额 就可以带来它巨大的振幅 那么这个股票的流动性是很差的 那这个因子 反而在2017年之前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小票走得很好 流动性小票相对较差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你非流动性因子 这一块靠前的 那么这样的股票 反而是可以跑赢市场的 但是在2017年以后 就全部变了 2017年之后 尤其是下半年开始 出现了非常多的闪崩 尤其最激烈的是2018年的 我记忆深刻2月1号2号的样子 盘中几十只股票 突然就没有流动性了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说它的安全边际是很低的 所以我认为流动性卡的是安全性 我们应该选择安全性高的票 这是我认为选票的一个 长远的一个逻辑 然后第三个的话 是移植股票的波动性 那波动性这个因子的话 我波动率这个东西 我想先提一点 并不长期来看 波动性并不是决定 一个票好不好的关键的要素 但是刚刚也各位提到了 波动性它有两个维度 第一个是这支票的波动性 在所有股票中 它是不是靠钱的 这是一个维度 第二个维度就是 它跟自己相比 过去没有波动 最近这段时间 它突然波动性大起来了 它开始启示了 那这样的票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机会的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呢 还有一个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一个股票的波动性 尤其是它的短期波动率 和长期波动率的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关系 来验证这支股票未来的走势 比如说我们如果想要在中短期 获利 我们的股票都需要一个大的波动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图 工商银行在16年的 12月15号的时候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它30日的短期波动率 30日的短期波动率 突破了这个180日的 一个长期波动率 然后这个红色的线 就是它的价格走势 其他颜色的线是它的波动率线 我们的30日线呢 是这根蓝色的 而这根最长期的180日波动率线呢 是这个紫色的线 我们会发现在12月15号 向上突破了180日长期波动率以后呢 我们就迎来了一整年的 这个银行股的行情 即使在今年年初的一波上冲回调了 也稳定在了6块钱左右 也就是说它的收益率达到了40%以上 我们可以换一个时期 再换一只股票来看 三光电 这个股票呢 在2015年的1月8号那一天 第一次30日的短期波动率 它超越了180日的长期波动率 之后呢 这个股票就从10块钱涨到了14块钱 收益率同样超过了40% 这个就说明这个波动率的指标 如果说它拿自己的现在短期波动率 和它长期的一个相比冒头了 就说明这只股票很有启示的可能 那这个就是我认为的一个波动率的策略 对 这个策略平时你们各位关注使用的多吗 就看均线你就可以了呀 均线打个比方说 我最看的就是40天线 穿过60天线 然后一直朝上 两个朝上 只要它有一点点翘头 那么这个股票 尤其是在歧视里面 那就是黑马了 好 夏天呢 其实这个是第一次这么学术的来听说 其实简而言之跟大家就是说 它短期的一个波动开始加大的时候 可能就是脱离原有的一个波动区间的这个时候 可能是一个行情开始的一个 趋势开始改变 对 一个特征 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对 在你的量化投资当中 基本上也是像夏天所讲的那样子 但是呢 我的那个波动率 我对于波动率是有另一种使用方法 我的使用方法 因为我的止损是那个根据波动率来所定的 就是说我它的波动率越大 我的止损的空间越大 就是说我要止损要亏更加多的钱 所以我最好是希望这只股票是没有波动率的 就一直线地往上涨 大家对这个东西是稍微有点误气 就是说波动率就代表了它的趋势性 但是波动率跟趋势性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如果讲的最极端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这个股价就一根直线上去了 完全没有波动率 然后但是这个股票我可以赚很多的钱 明白 就是你喜欢稳稳地上涨的那种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还是在选的时候 还没介入 那你就稳稳地上涨 这是一个考量的指标 你还有总结性的话 对 我所以总结一下好吗 就是我总结一下吧 就是所以我认为的话 有三个标准 一个是这只股票的性价比不错 第二个的话是流动性好 那第三个的话呢 是市场上交易更加活跃 满足这三个条件的话 我觉得就是值得关注的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也做了一个量化回测吧 我们在这里面挑选了 首先我说波动性并不是长期拿住票的一个选择的标准 它属于中短期获利的一种方式 那么所以我们把用量化结合历史数据的话 将这个从2001年开始进行了一次历史回测 那么我们在全市场范围内选择流动性高 低市盈率 还有季度的主营业务增长率 较高的前30只股票组合 每个月选择一次 一直到2018年的5月份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把这样的股票组合跟上振宗旨进行比较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组合的净值相较于这个上振宗旨的走势图 可以看到它的走势稳稳地跑赢了上振宗旨 而且第二个图它反映的是 中间这条线它反映的是股票组合 跟上振宗旨的一个相对收益 这个相对收益也是相当稳定 可以说这18年来 这样的股票组合跑赢市场近7倍 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组合 如果按照我刚刚提到的这一些标准 来判定的股票 我认为只要您能拿得住 应该就是好票 好 非常谢谢吴奇然 给我们总结的这么好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个具体的问题 价格相对便宜的 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市盈率 市盈率呢 吴奇然刚才一句话带过了 不能太高 认为30以上就是比较高了 那不同的行业 其实市盈率的评判的标准也不一样 那么就这个市盈率的这个问题 来问问看几个 你们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怎么样看待这个市盈率 我的话不管 不管市盈率 对 因为我是做趋势最终的 只要涨了 我不管它市盈率高低 但是我有自己严格的出货标准 跟市盈率没有太大的关系 好 方阿姨 这个市盈率你觉得什么是高了 什么是低了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也要看的 什么情况下看的 假如你要满仓的时候你就要看了 因为我的介入的程度比较深 那我就要考虑到价格因素 股息利益因素 这市盈率多多考虑一些 还有技术指标和均线配置都要看 对于你一个普通小散户的话 如果你实在不会选股 那就完全放弃选股 对 不要考虑这个事情了 然后去定投ETF 每个月去定投 然后你想更加好一点的去定投的话 你可以在每个月当日 比如说今天大盘跌了很多 你就在那天定投 是 每个月这样子定投 跌出了机会了 稳赚不可以 对对对 那问问夏天 你觉得现在大家选股上 最大的一个误区是什么 我们应该去规避一些 其实误区有很多 因为以前来讲可能不管你再烂的公司 总会有翻身的那一天 但是现在来讲 再烂的公司就没有最烂 只有更烂 现在就是你如果公司不好的话 其实你就一直就这样子荒废下去 所以就是说在选择公司这个标的的质地上 质地上 它是不是一个质地好的公司 其实更关键 这是第一位的 接下来你看我们再去相对合理的一个价格区间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点 就是说我选股的方法 我一般的看 我不会看这个财务报表 那么我就怎么看呢 我就看它最近三年有没有亏损 一般的不亏损 你只要有威力就行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一般的就是看 失击率是不是还可以 你不要搞来个负的那就不行了 对吧 那就是说最起码我不能让它ST 你也探 就是你去衡栏用公司质量的一个几个维度 对 我就说最起码最起码 我是以最低限度不能ST 要达标了 对不能ST 然后还有一个误区就是 大家对于这个市盈率市净率 这些什么什么率 对 过于的刻板 就是说 其实刚刚 刚刚你讲到的那个市盈率多少以下 其实我们的投资过程当中 我们并不是非常care这个东西 就是不能严格的按照这个标准去自行 这我们更关注的就是 它就像前面讲到的一个盈利预期的一个问题 大家都讲了很多观察到的身边的一些 投资者的投资的误区 尤其是选股方面的一些误区 吴其然有没有一些总结经验方法 能够更好地去帮助我们去选择 我也想补充一个就是投资者的投资误区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 同时这个误区呢 我也想给广大的中小股民来一点自信 因为刚刚严老师说中小股民就不要做基本面分析了 因为他们达不到机构的标准 但是我是这么觉得的 就像刚刚我的理论一直是认为 就是很多的行业分析师 也都是从那个所在的行业挖来的一些人 他们去做的 而我认为现在广大投资者有一个最大的误区 就是我相信70%以上的股民 他们不太愿意投资自己从事的 自己从事的行业的股票 他们往往会去选择一个其他的行业 不太了解的行业进行投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反正我身边的人 他们每次跟我聊股票的时候 都会聊一些 比如说做计算机的 他会去买化工的股票 或者做化工的 他我们就会看那个软件方面的 会看芯片的 或者是说最近什么火了 大家就开始关注 但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 对于一个我们从事的 我们有专业背景的行业 我们完全了解 百分之百了解这样的公司 那么我们的风险就百分之百了解 而对于一个行业 我们只知认识百分之五十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看到乐观的那一面 我们很难去看到它的风险 再加上一些分析师 在起来价格起来的时候 吹一吹捧一捧 那么我们很容易 就没有办法冷静地去看待一个公司 所以我认为我们投资者 为什么平时不太愿意投资自己行业的股票 是因为我们太了解自己的行业了 我们知道这个行业里有哪些坑 有哪些问题 有哪些风险 甚至还有点悲观 所以我们不太愿意去看 谢谢吴启燃 这一期的节目 给我们总结和梳理了很多的这种投资方法 相信你们三位平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没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梳理 今天通过了吴启燃的这样的一个讲解了之后 会有一些新的启发 系统性 它比较系统 还比较系统 我们方安宜很少认可一个人 觉得今天吴启燃的方法很系统 好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下一题 中国银行 上海分行与户上哪些高校合作 发行了中营高校认同信用卡产品 哇 这么多 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东华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海市大学 上海大学 还有以上都是 这个我知道 我知道交大有一个 我觉得以上都是 以上都是啊 肯定是以上都是 交大是肯定有 同济好像也有 我是同济别的吗 发音觉得呢 我觉得东华大学和海市大学肯定没有 其他大学都有 我告诉你们答案是 全都有 这说明这个中国银行跟高校的这个合作 上海分行跟上海高校的合作是很这个广泛的 所有学校里面 以上这些都有 我们来看下一题 中国银行致力于为跨境客户打造良好的主题营销活动 其名称是哪八个字 A 环球精彩一卡尽德 B 环球精彩一卡专属 C 环球精彩一卡尽享 D 环球精彩非你莫属 肯定一卡尽享 为什么是一卡尽享 就是所有东西都享受到了 这个结合了上一道题的感受 就是中国银行的这个活动也好 产品也好 都是一卡尽享 确定吗 他们确不确定 同意 都同意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 对我们的赞助商非常的了解 在这边也要特别的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 因为来自实战的经验 我们说实践出真知 所以虽然像方阿姨 它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梳理 但是很多的方法是活学活用的 当然对于很多的电视机前的投资者 可能对于股票投资还是一知半解 即使赚了钱也不知道是怎么赚的 亏了钱就更不知道是怎么亏的 我们就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节目 从方法上给大家有一些梳理和引导 因为只有一些好的方法 才能够去指导我们正确的投资交易和实践 所以再次的感谢吴希然 预告一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 可能还会有哪些方面的知识的拓展 我想给大家普及一下 关于在什么时点进行买入股票和卖出股票 以及有没有一些套利的方法的这样一些知识 好选时选股和套利的方法 那我们就期待我们的下一期节目了 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 还有吴希然 做了非常专业的精心的准备 谢谢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感谢中国银行 上海市分行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下一期的 财势双全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